怪不得小时候总觉得父母啥都会 原来他们那个年代读的书都这么硬核 知识面广道难以想象 上来就教你怎么干轰炸机 如果你没有高射炮 小问题还有步枪射击轰炸机教程 从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制作 到各种各种机枪的原理应有尽有 还有怎么制作导弹 还有原子弹爆炸后如何防护的 可以说内容之硬核 比起以前的十万个为什么 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 简直就是小儿科 以前的书不仅涵盖物 医学气象地理化学等而是一个分测 每个篇章的标题去的也是非常巧妙 恨不得把所有的核心知识点 全都提连成一句话 让你看个标题就能吸收精华 而这些还是少儿科普读物 难怪长大了之后父母总说 书里都会教的 原来他们真的都是在书里学的 书中甚至还会教 如果在战争中遇到有毒气体时 该如何快速自作一个防毒口罩 甚至还有光刻机的远离 小到如何生计 大到如何制作原子弹这本书都有 实打实的是 十万个为什么 与这本神书齐名的 还有另外与之并肩的三大神书 军地两用人才之有 民兵训练手册 赤脚医生手册 里边每个字都是嘎货 不光有养殖类和粮食加工 还有服装的裁剪和制作 就连怎么剪头发 都有一套自己的教程 赤脚医生手册更加炸裂 不仅有数不清的急救知识 还有各类药物的使用说明 以及各种疾病的治疗和防护手段 这要是带一套在身上 穿越到哪个朝代都能活得风生水起 怪不得老辈人都感觉大学生应该啥都会带 并且当年还有很多 教生活技能的书 一位网友分享 自己的爸爸就是买了本摩托车维修自学 开了一间维修店 供我姐弟俩读到了大学 那时候他们考驾照 要先学汽车的构造原理之类的 要会修车才能学开车 并且那时候学过物理的 基本都会电工火 所以父母一直不理解 怎么到了我们这学过了还不会 以前大学生能文能武 现在大学生阿巴阿巴 那时候能把赤脚医生手册 给钻研明白的 基本上都能当上村医 咱就是说怪不得父亲他们啥都好 原来他们看的书这么硬核 他为支持男友赛车梦到奶茶店打工 省吃俭用把所有收入交给男友 他谈恋爱没有鲜花和礼物 甚至连陪伴也没有 但是为了男友的赛车梦 跑到奶茶店里打工 所以俭时把收入都交给男友 尽管身边人都在劝子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支持男友 而这位被女友坚定相信的男生 就是飞驰人生现实版的郭小鹏 如果是其他的赛事比赛 天赋可能会很重要 但是像这种烧钱的赛车比赛 一般都是富家自帝的游乐场 郭小鹏家境称不上富二代 甚至可以说是一般 他连一个赞助商都没有 还出生在静谋的广东东馆 拿着月薪三千的工资 滋养自己的赛车梦 每天晚上在郊区狂飙 没有弯道就用障碍筒模拟 像电影《飞驰人生》里演的一样 在艰苦的环境中 为梦想奋斗者 参加比赛的报名费 也是他和朋友东拼西凑来的 一起参加的选手 大多都是名牌皮 从贫民窟走出来的郭小鹏 用的却是借钱买来的二手而溜 车胎用的也是被人看不上的二手胎 配件也是用五金垫砍价逃来的 戴的是一百多块的廉价手套 别人都嘲笑他不自量力 但是他却用行动证明了他也可以 别人都看不起他 但偏偏他最争气 在高手云集的赛场 拿下了首发车位 用成绩让嘲笑的人闭嘴 电影或许是演的 但现实就是这么让人热血沸腾 因为车子只有一辆 摔烂就那胶带沾上 自己的裤子也是缝缝补补补 别人是在玩他是在玩命 因为只有拿下成绩 他和他的朋友们才会被看倒 追求梦想的路并不容易 甚至充满了荆棘和坎坷 但是他做到了 没有辜负自己 也没有辜负女朋友对他的付出 别人都说他是痴心妄想 竟然想着靠机车改善生活 只有他的女朋友无条件支持 他说自己天天日晒雨淋黑的像快探 但女朋友却说 耀眼的钻石在很久以前也是一快探 郭小鹏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论起点如何 坚持与努力中会照亮前行的路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努力的人 有网友提问 古代的状元放到现在是什么水平 就这么跟你说吧 千年龙虎榜 苏氏苏社张在 强如这些人都没能进前三 鲁迅是公认的大文豪 当年他去考秀才 都只拿到了145名 并且还只有500个人考试 录取条件是前80名 如果这些还体会不到 那可以看看明代状元照柄中的状元诀 字体端正的跟印刷的一样 试卷全文2462字无意图改 并且他写出的官邸 还被月卷官一一砍定 纷纷用红色小圈标出 是真正意义上的可圈可点 别说不写错字有什么难的 小摊上让的写零到三百 都不是那么容易挑战成功的 并且状元很少留下什么名诗名词 因为诗词是小到人家看不过 北宋佳佑二年那场考试 唐宋八大家去了三个 城门利雪的城门城浩兄弟 为天地利欣慰声名利命的张在 这六个人没一个进前三的 当年还嘲笑 犯进终局 会发疯 现在我想我中了我也会发疯 横曲四句知道吗 三苏知道吗 他们都不是状元 状元就是状元 无论古代的状元和现代的状元 都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存在 武状元就更夸张了 他们不光要保读诗书 还要武力直到位 他们的名词都是打出来的 霍元甲知道吧 那么牛也只是天津第一 他跟当时的武状元比武 三招就落败了 现在奥运会的复合宫知道吧 最重功德的三倍是参加五举的最低线 如今的高考放在古代 算是古代科举最低一级 在那时候叫同事 这个考试一年一次 由一个线的学子参加 通过之后叫同声 然后经过院士才能成为秀才 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乡试三年一次 让全省的秀才来省会 考上了就叫举人 能走到这就相当于高考前十名了 上个清华北大是没问题了 但到这里还不止 举人们要通过会试成为晋士 然后再到殿士 由皇帝亲自拷问 而这些晋士也被叫做天子门生 科举一千多年也就六百个状元 这含金量不用说吧 要是考上了状元直接祖谱单开一夜 分支变成主麦 请不吝点赞计划